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鼠说电影 今天的电影名字叫做雇佣人生 闹钟听的想起那一刻 大象和平常一样还没睁眼 手机就默默缩缩的关掉了闹钟 准备起身,准备开始今天的生活 可是从大象起床的时候状态 我们就能知道,今天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每天都在重复,可每天又不得不度过 大象打开落地台灯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落地灯是有人端着的 紧接着,大象来到浴室洗漱 浴室里的镜子也是有一个人端着的 大象掏了足够的钱 无论是端台灯还是端镜子 这两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 并且需要做到最好的 紧接着就是吃早餐的时候 早餐是大象自己动手的 可是餐桌,就是两个人挥在地上拼起来的 就连椅子,也是一个人趴在地上 同样,这也是三个人的工作 无论是桌子还是椅子 这都是他们每天的使命 就连大象出门时,门口的衣架子也是一个人 别因为大象有钱豪横 只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为了钱,我们只能日复一日的去工作 走在马路边 大象开始在路边等车 看着车来车往 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那辆车 只是这辆车不太讨华 好在足够快 大象吃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世界的代步工具 就连交通港的红绿灯 也都是由两个人挂在上面 用衣服的颜色来指示的 到了公司之后 公司的大门也是由四个人组成的 就连公司里面电梯 也是由一个胖子靠体重控制的 在这个世界 如果小社会运转起来 人就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无论喜不喜欢 我们都要各司其职 大象到了公司之后 打开自己柜子 柜子里面价也是一个人 但这并不代表 大象把东西挂在里面 他就有多高贵 因为大象的工作 也只是一块地毯罢了 每天让人在上面采来采去 而大象也不会有怨言 因为这是他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现实的世界里 我们不过也是一个被雇佣者罢了 平凡的世界没有乐趣 但你也不要埋怨生活的苦闷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下期节目看得精彩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